李院士、曾院士以及在場所有的貴賓們 今天是中央研究院為我們人文方面 中國文學方面的兩位新科院士 所舉辦的新科院士的專題演講 雖說是新科院士 不過李院士跟曾院士跟我們現任的廖院長 可是同一屆的院士 今天我們有兩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我們會先請李慧宜院士做一個小時左右的演講 然後我們稍事休息 在這個休息的當中 各位貴賓如果你想要私下的跟我們兩位院士做一些交流 在這個時候都可以進行 那麼之後我們會請曾老師曾院士做演講 那麼為什麼把曾院士排在第二個呢 那當然就像我剛才說的 因為我們知道曾老師一向對於我們女性學界的同仁 是特別的關照照顧的 那麼所以我想曾老師一定會願意讓我們會議院士先講 那麼其實兩位院士的學術成就 以及他們的這個學術的經歷等等 其實都不用我多說的 那麼李慧宜院士呢 他現在是哈佛大學東亞系的中國文學的教授 那麼他之前跟我們文哲所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跟合作的機會 他的這個領域呢其實非常的廣 可以說是涵蓋了金石子集 對嗎 那麼從這個左傳 他最近剛剛出版的這個左傳的譯著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那麼從左傳到原雜劇到明清文學 他絕對是一個就是真正出入於文史之間的學者 那麼他的著作太多了 我實在沒有辦法一一的跟大家介紹 那麼最重要的呢 也許大家可以特別注意的是 最近的幾部作品 例如《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這個作品呢可能就是剛才我說的 最可以見證這個李院士出入於這個文史之間的一個成就的 那麼今天呢李院士要跟我們講的這個講題呢 我不知道中文的講題叫做什麼 但是英文的講題叫做The Real and the Fake 那麼在這篇文章裡面呢 他真的可以說是精彩萬分的為我們剖析這個明代的所謂這個 這個對於古董、古字畫等等的這些收集的一個新的一個詮釋 那麼以下呢我們就把這個一個小時的時間交給李慧宜院士 歡迎李慧宜院士 非常感謝胡曉貞老師的議名之詞 確實是真的不敢當 我非常高興有機會來給大家做一個報告 然後也很感謝各位一大早來到這裡 題目是 他會是怎樣 我只是在等候 先说为什么会写这个题目 其实我写这个蛮惶恐的 因为郑永毅老师是戏曲的专家 然后我是在边边看看 然后玩一玩的 真的并不是我的专场 所以有点惶恐 然后还有林河一老师 其他研究戏曲的老师都在这 都在做 可能要再下一点 不可以下 我们有些技术的问题 英文那一章本来是我现在写的书的其中一章 那本书讲的是人跟物的关系 实现时明末清初 这一章是讲真品跟艳品 有一章是讲雅跟俗 有一章是讲德跟士 还有一个讲园林什么空间的 所以这个主要是以笔记为主 就讲一下当时关于见真跟辩尾的一些主要观念 第二部分讲的是李玉很有名的一个句 一捧学 第三个部分讲李玉一中原 这个如果是英文就很糟糕 因为是同样的文化 但是中文就没有问题 好 那 呃 呃 其实也可以嘛 对不对 就是 断了下来但是还是可以 没有问题 好 那 我刚才说这个见真跟辩尾 后面其实还是一个人与物的关系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就是当时的文人在这个收藏跟鉴赏后面 他们 怎么通过物来自我定位 然后体现他们的价值观 成功了成功了 哇 谢谢谢谢 每次有这种技术的东西我都很紧张 因为 以前我们不用PowerPoint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依赖这个PowerPoint 就是言语不清的时候就靠你们看画面这样 好 那 其中一点就是这个 这种艺术判断跟道德立场之间究竟有没有矛盾 然后最后一个是 其实是有些历史学家讨论的最多的问题 就是在这个当时这种很活跃的经济交易后面 关于有没有影响所谓文化权威 就是谁有发言权 如果有钱可以买到很贵重的名画 那谁能谁来断定这个真伪之类的问题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Claid Clunas 然后Timothy Bruce 他们很多人都讲 跟这一类有关的问题 但是我的取向比较不科学 我就没有真的做什么经济史的研究 我看的其实都是笔记的材料 他们怎么去讲这个 所谓Claid Clunas 这个巨眼人的形象是怎么回事 那所谓巨眼人通常就是故事的叙述者 那巧凤的对象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那种富庸富雅的人 像新安商人 或说全臣像严松严实凡之类的 更受到巧凤的还有那种 有些名望是文人 但是还是受骗了 或者说利用自己赏尖的名声来牟利的人 比如这一段子很有名 沈德福万里有或篇说的 无中文人怎么作为 他觉得最糟糕的就是张凤毅有名的戏曲家 然后王直登也是在这个沈德福的描述之中 是一个很不堪的一位文人 当然如果你看他本人的著作不是那么回事 我看这些故事都是即使跟骗人或被骗有关的故事 那你在我们想如果是骗人的故事 通常骗人那个就是坏人 应该是受到批判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有趣的是这种故事后面 其实对于那个能骗人的也挺佩服的 对于那个被骗的并不是特别同情 比如说这个故事是说王直登怎么样 费了很多手段买到衣服 研礼本的名画 但是原来他是被骗了他买的是假画 然后那个作为的画家 后来这个作为的画家他秒一目 他忙了一个眼睛 后来王直登得罪了他 他就到这个作为的画家 就是到处出宣言说 你有揽个眼睛但是你忙于见骨 还笑我这个忙了 杀了一个眼睛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深意的故事 但是我们想一想这个叙述的角度 其实均有妙语是来自那个作为者的口 这个张言举这个作为的画家 来嘲笑王直登没有眼力 而背后真正的权威是那个系数者 沈德福 有时候真跟假其实不是很绝对的 或者说可以是绝对的 但是在怎么样的情况 你说一个东西是真是假 跟那个社会环境很有关系 比如说有一些董奇昌 有人沈德福说 看出陈济如的一个收藏是假的 董奇昌说你不能说出去 因为大概是沈济如是他好朋友 那其实沈济如跟王直登的三人身份 是很像的 为什么沈德福这样厚此薄比 这个可能跟他们背后的交往 有一些关系 我就也没有好好的追究 我就觉得这个 很有一种不稳定性在那里 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 这种见真的语会 是很神秘的 比如说沈德福说 他看到这个王羲之的真迹 怎么样神采毅然 什么宣举飞舞之类的 像李日华讲黄公望 说一派一片天真 就像这个李世在 这个是《十座心意》里头的故事 这个是让人很传神的一个形象 这个李世的妹妹就是这个猜横并乱这一位女子 就是那个 是那个《我见牛连》那个故事 对不对 好像就是 就是这个女子 被宝贝加在这个皇家 然后这个皇家的本来的妇人 来很松恶地进来的时候 看到她虽然头发很乱 但是很动人 连她也不生气了 就是那个故事 但我注意的倒不是说那个故事背后 就是这个你看起来很形象的一个 非常生动的形容 但是背后其实还是很 那个见证的尺度 还是有非常地玄妙 张锦凤这个也一样的说 他说别人会受骗 我不会受骗 因为我得到一幅画以后 我会这样走来走去 看了很久 宁神诸今 好像与古人相通了 然后我来鉴定 所以我不会被骗 但是确实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们很难掌握 还有一位补款 所谓补款的一位画家 所谓补款就是古画没有漱款的时候 那一位租店 他说他是要静坐 然后才慢慢地觉得 可以跟这个画有一个默契的时候 他才把签名补上去 补了几次以后 后来他就自己作为 所以这个作为的开始 其实对针的一种瞑目 但是后来就变成作为 像薰承者有差不多一类的形容 说他怎么得到一个针迹以后 就围维绕着他走来走去走几圈 然后慢慢地去揣摩以后 就可以自己来画 但是我们注意 那个林某最后的境界 其实是学代之 所以他的比喻是用兵的比喻 所有学化的方法都是 要像 要可以乱真 跟古人的一样 所以这个为什么作为 作为这个那么普遍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跟林某一些很基本的方法 跟思维过程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刚才说的就是 那个奸赏家与 作为者同样的 他们都是要与古人为徒 然后 所以他们的方法才有相通的地方 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有一些文人甚至觉得 作为的人 后来集集无门是非常可惜的 像这个江少淑九很为他们不持 觉得他们其实很成功 应该 他们的姓名应该流传下来才对 当时呢 这种代比人又特别多 董其昌是很有名的 有一群所谓代比人 有一位特别出色的代比人叫赵左 那江少淑九说 其实如果是这一位代比的话 没有关系 也不错了 买王得牙 买不到王仙芝 买到阳心也差不多了 尤其董其昌 因为后来还会讲到董其昌 所以先想一下 他是怎么样操纵市场 因为当时很多 怎么断定什么是真集 很多是他来断定的 有时候我怀疑是不是他断定以后 他有没有从中牟利 这个真的就不知道了 还是说他对于这个他是一个很超然的态度 所以他根本不计较社会怎么看经济考虑 怎么样来考虑 有一句移超之路如来地 他真的这种想法吗 是一种很玄妙的 觉得不应该再斤斤计较 怎么是考虑真假的 我凭我的直觉就知道是真的 他有一个讲得很妙的 我书画浪的使命有些名气 还让我的朋友还支持了他们不少 因为他的朋友靠他的名字来卖画 然后从中取利 他觉得这是他帮忙朋友的地方 不能够说他的不对 那至于说一幅画怎么决定 他究竟是谁画的 我觉得也很奇妙 像这个例子 像沈德福的朋友带来一幅画 有一些 有一个坦路半生的美女 我都很好奇 因为我很少看到坦路半生的美女的话 但他看到这个 他就觉得这是没问题 这一定是华清七语图 所以原来卖了 所以那个价就涨了一百倍 所以他在万里野活边 经常会取笑那个 所谓耳使者就是轻易受骗的人 但是他本人这种所谓 束缓活动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好因为这样自己能够左右 实际上他也有一种沾沾自己的感觉 董奇昌他怎么断定一个画是真是假 这是他其中一个提拔 我也觉得很有趣 他是看到这个 他觉得我看到这个画 简直就是像我当年在北顾 看到一个景色一样 就跟王维这个 《江流天地外三世有五宗师》 完全一样的 所以一定是王维 这个想象太奇特了 当然说他本人的一个 对自己的直觉非常有记性 但是这种鉴定的办法也是没有什么可观 与科学可言的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那种神奇感悟 后人都相信董奇昌的法眼 可能因为这样造成很多假话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我要请教艺术师的朋友才知道了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推想 李华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这真假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真的可以假到可以跟真的一样的时候 也没怎么样 那可能就是真的 说这个假作正是真一假 意思就是说可能一个艺术品最后的动作 我们从李华 还有这个真假董奇昌的故事就不讲 我其实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其实要嘲笑这个新安古人 因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力 才跟着董奇昌去 亲眼看到他在作画 这样就 连这个也没电了 没关系 亲眼看到他在作画 所以才相信是真的董奇昌 但是后来他明年 在去同一个地方的时候 发觉原来去年看到 那一位可能是假的董奇昌 因为这个真的 这个新的进去的人说 原来他是董奇昌 所以他又得了另外一幅书法 但是回家的时候 别人说当初那个 你以为是假的可能比较好 所以这样的话 第一个就是 谁能判断真假 因为这个故事 记得背后没有跟你说 是第一个董奇昌是真的 还是第二个董奇昌是真的 这个当然是比较晚的笔记 大概不太可信 但是这个故事的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主要也是因为觉得 这个真假背后的 有时候是可以很武断的 真假清明上和图就不讲 因为要不然什么都讲不了 这个是我的错 没有把时间好好把握 因为为什么讲真假清明上和图 这个真假清明上和图 主要是说 王时珍的爸爸 为什么会因为这一幅画得获 不要再上去了 真的是非常抱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好好我们快一点 这个都没有很重要 这个把它掏过去 这个就掏过去 对不起因为如果这个都讲的话 讲不了了 当时有一组笔记 是跟真假清明上和图有关 然后这个故事的 后来慢慢写成是怎样呢 就是从中作梗的 是一个叫汤表辈的 一个挑拨离间的少人 他是一个装横将将 然后但后来他变成一个 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得了一个名字叫表辈 这个名字就很疯刺了 其实我讲这个种种 最后是要带到 把我们带到礼遇那个一棚学 因为后来戏曲家都把这种种故事 作为本事一样来解读 限于时间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都跳过去 因为我看 我对着那个钟 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你们太累了 如果这个都讲的话太累了 就讲一个 这位一棚学的本事 有很多文本都 很多被认为是一棚学的本事 但是我觉得有一位学者 就觉得最 我忘了他的名字 有一位学者觉得 最接近的是一个 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 叫汤表辈 从口中时间是大概160几年左右 讲的是 颜世凡 就是颜松的儿子 跟王叔 就是王世珍的爸爸 跟这个表将 汤表辈的恩恩怨怨 主要是说 那个汤表辈怎么出卖 王叔 去跟颜世凡告密 说他有一个 宝贵的玉杯 然后这个预杯 后来颜世凡有得到 后来王叔因为这样得获 有被颜世凡 有捉拿他的时候 他怎么样 对那个汤表辈 被报复 怎么样 故意让颜世凡 我真的很不会讲故事 就是他怎么样 明显的每一根都在水能利己 没有什么纯粹的正面人物 这个就跟后来的 李玉的一捧学 很不一样 一捧学我想 学戏曲的老师们一定是读过 其他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读过 没有读过 没有读过 那就很惨了 因为我很不会说故事 很快很快说一说 怎么说呢 那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个叫莫怀谷的人 他有一个很家传的 名贵的汉玉杯 后来这个莫怀谷 他就跑到 金氏去干液颜世凡 他途中呢 他就救了这个 落难的表画师 就是汤表辈 到了京城以后 那个他就把 汤表辈推荐给颜世凡 因为他很懂那个书画 汤表辈因为知道 他有那么一个预备 他就向颜世凡告密说 他有这个很珍贵的东西 你可以跟他要 所以莫怀谷 当然不愿意放弃家传的宝物 所以就做了一个 假的预备给颜世凡 后来汤表辈 就从中就是 就向颜世凡告密说 那个是假的 颜世凡很生气 就去抓那个 莫怀谷逃走 逃到基州 就投靠他的一个朋友 七纪光 历史上的那个七纪光 但是后来那事情越闹越大了 差不多就要问他死罪一样 问他死罪 他怎么样逃脱 就是靠他的一个仆人 叫莫城 就带他死 把他的人头带了 莫怀谷的人头 送到京城 送到京城 因为那个姓汤的 他是认得这个人的 所以他说 这个不是真的人头 是假的人头 所以那一幕是很有名的神头 那怎么办呢 但同时被抓到京城的 还有莫怀谷原来的一个妾 叫雪燕 雪燕就因为那个 汤表辈就是 就是希望取到这个雪燕 所以雪燕就答应嫁给他 就跟他说 你要认识说这个人头是真的 我才嫁给你 所以他就说是真的 但当然是嫁给他 那个晚上 他就去欺杀他 这一个也很有名 就是西汤这一幕也很有名 后来当然就是 那个汤 所以西汤的这个坏人死到以后 还有其他坏人上 严世凡后来也得到报应 当然莫怀谷后来平反了 他的儿子也中了局 怎样怎样的 他的玉碑也回到他手上 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看剧是很有趣的 我讲的没什么趣 那这个剧呢 很多就是真真假假 有真的假的玉碑 有真的假的人头 所以人物刚才已经交代过了 很多很多学者都指出 这个剧写的最好的 是所谓底层人物 所以教训是说这个剧 为奴婢突弃这一句话也很有名 写的最好的就是那个坏人 汤秦 还有那个为主而死的莫城 还有为主报仇的血验 这三个人写的最好 现代学者上冯燕君就觉得 这是奴隶道德 其实没什么 因为这个莫怀谷也并不是特别好的人 你为什么要带他死 冯燕君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 他说为什么对那个时代 对宗仆那么有兴趣 刚好就是因为那时候 奴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特别要把这个宗仆形象表彰出来 来纠正时封一样 全剧换衣服换得最多的是汤秦 所以这个换衣服跟身份的改移 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当然这是细长的一个 一个很普遍 很平常的做法 我们都知道换衣服 就是换了一个身份 本来做是怎么回事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剧里头 特别注意这个 好像就是说 这个汤秦他的身份 特别有一种不稳定性 因为他可以使 很有知识的一个清客 很有书画知识的 像文人一样的一个人 但是他的道德很有问题 所以他又是很卑鄉 这样他的身份的友谊 就跟他的道德模糊 有一点关系 他上长时间夫子知道的 所以可以假咒逼真 凭你怎么样 我可以把破的也变成生的 有生命的 那据说他背后的道德 是怎么样的道德 我们刚才说 莫成为主而死 血厌也是为主而死 那他们都被比成是忠臣 那我觉得 这个忠这一个道德概念 是特别可以绝对化的 在那个时代 因为你说 莫怀古不是一个怎么好的人 不值得为他死 那加进皇帝 也不怎么好的一个皇帝 但你为什么要替他死 所以把这个忠绝对化是特别有一种政治意义的 在原句里头有很多这种细节 是把这个政治意义表现出来 但当然这个也不光是说他们是一个绝对的忠 所以这种道德意识就是这个句的主题 背后还是有一种交易在后面 就是说他们很这样子的 怀着这样子的忠心 然后他们的报酬 就是他们脱离了他们奴仆的身份 所以莫怀古对莫成的话 其实有一点像这个《刺客列传》里头 专注对 就无忘了对专注说的话 就是光之身 也就是你替我死的话 你可以得到跟我一样的一种身份的报酬 后来他怎么领域他的儿子之类之类的 所以我其实这个是全篇文章 我最不确定的一点 因为讲到最后 我觉得怎么样来解释这个句 就是这种道德架构的重建 这种荒谬败德的交易 怎么样以通过全中进阶的道德交易来加以 就是我自己最拿不准的是这一点 因为我如果这样说的话 就是李渔是有意的 对于这种把真假说得很模糊 然后把这个动摇 真假绝对性的这种话语 把它好像有意的回应一样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想清楚这一点 但暂时的假设是这样 我不要再讲这个一捧学 我觉得一捧学好难讲 讲不清楚 这个是很好玩的 所以这个一中原是比较有趣的 所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有一些看过 一中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是清初的一个句 有黄愿介的序 黄愿介是一位有名的女诗人 她很有名的就为李渔 李渔的这个剧做了一些评语 她说李渔是为什么要写这个剧 是因为她连财之热情 心忠情之冷眼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为什么连财之热情 忠情反而是冷眼旁观 来看谁是忠情 好像有了这个冷眼以后 所以好像她全部热情投注 不是这种男女之情 而是说连财这个观念上面 所以一中原可以说是李渔 献给两位才子 就是董奇昌跟陈继如 两位有名的文人跟书法家画家 与两位名记 杨云友跟林天苏的礼物 因为原在历史里面 他们有交往 但是并不是两对情人 然后在这个剧里头 杨云友不是名记 是一位小家碧玉的 但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这个故事的缘起是什么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清楚 一中原特别美化这个现实 因为关于董奇昌 有一个很不光彩的事情 1616年 明朝董欢这个事情 所以董奇昌的家人 怎么娱露商民 然后弄到一个很大的暴动 据说是后来 为什么在华庭 没有什么董奇昌的提示什么的 是因为当时的人 大概真的是很恨他 所以都没有留下来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但是这个都没有提 在这个故事里头 董奇昌就是一个很完美的 一位才子 然后当然现实的洋云友 与林天树都不审得意 在这个剧里头也化解了 故事主要人物就是这两队 这两位画家 书画家 这两位名记 在戏剧里头有一位不是名记 然后还有一个坏人叫时空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 我们不要管他 这个时空就是一个 一生一俗的一个人 他做的生意 就是书画的生意 是他开了一个书画店 然后替杨云友来卖画 杨云友卖的就是他杂冒独奇昌的画 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希望从中是要 他希望用一些诡计了 来取杨云友 后来没有成功的 张怀一 也叫张初明 他的这一位 这一位人物在剧里头 是一个 他是董奇昌跟陈基如的朋友 是他这样牵线 让这几位后来就是后来怎么样 把他们也不是介绍 就是后来后来反正就 他有一点牵线的作用 在现实里头 他大概他的原型就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位文人 就是汪武千汪然明 你看汪然明跟江秋明有点像吧 那个名字 在文章里头还讲了 汪然明跟那个发挥的作用 跟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们限于时间就不讲了 所以这个剧讲来讲去 也是以真话跟假话 这个真品跟艳品 这个观念来作为线索 这个剧开始的时候 是董奇昌上墙了 他说他好累 因为他有名了 整天要在画画 就是没办法交价 所以希望找一个代比人 陈基如虽然是一位山人 大概有同样的困扰 所以他们两位都希望找一个代比人 他们唱了几句很有趣的就是 到处都是难听 谁能知道什么是真本 但经传佛首即是真权 就是说 如果是我们找到两位代比人 我们给他们传了我们的真权以后 那就是经传佛首 那就可以算是真的 也不算是假的 所以没有问题 他们一上墙 第一个本来少生自爆家门 通常就是要不然就是怀才不入 要不然就是希望得到一位家人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上墙 第一个要求要求找到的是 替他们作为的人 这个不讲了 这个是那个坏蛋 他的名字的种种问题就不讲 那所以这个故事 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两位文人 说他们要找代比人 那镜头 然后就转移到杨云友 杨云友上墙的时候 他在这个剧里头 我刚才也说 他不是名记 他是一位平家的女孩子 他是怎么谋生 他是模仿董其昌的画 他在画什么呢 所以有一天我们看到 他在画一个初冬的景色 他画是要假冒董其昌 但是他画的 其实他本人的一些经验 比如画了一个破房子 画了一个女孩子在做诗 然后又补了一提诗 也是他写自己的诗 没有关系 我们就继续 他说 所以这个是作为 但是也同时是求真 他把他的真表达出来 他是通过为 把他的真表达出来 这个其实非常 因为传世的董其昌的话 从来没有画人物的 尤其没有画一个平家女子 怎么样画一个 这个都是他的想象 没有关系 主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怎么决定 真跟假的界限 在这里头 作为跟求真 就是好像是一致的 就是在剧里头的 所谓假笔真情线 他怎么样内化了 这个画画的 内化了董其昌的技巧 来写他自己的感情 杨云友是这么回事 林天树是怎么样 林天树在剧里头 是一个福建的名记 那你在福建就好好的 在福建作为就好了 为什么要跑到西湖 为什么要跑到 陈济如的地方去作为 这个就很微妙 好像他故意要去 被揭发一样 他就用了这个点 右军自比萧城好平白 让他名打 这个说的典故是 萧城的典故 萧城是怎么回事 萧城是说 李庸看不起萧城的字 说他写得不好 所以萧城就假冒 王羲之的字去骗他 那李庸后来就是 好像是被骗了在故事里头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 萧城去骗李庸 不是为了去骗李庸 是为了表明 他跟王羲之一样的 他这个就是 作为其实是一种寄陷 希望寄陷于后世的意思 其实是一种挑战 并不是说 所以他为什么从福建跑到西湖 就是为了要跟明家敬足 看看人家看得出来 看不出来的意思 他希望获得应有的承认 所以这个剧 全剧有很多幕是建真跟变假的场景 有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情节 比如说 其中有一连串的 是关于有一位 就是刚才说 那个坏人 这个时空 这个和尚 假和尚 就是怎么冒名 董奇昌后来怎么被杨云友发现 就是揭发 他是假的 这个什么路 不是他 是他 这个故事太复杂了 就是时空派去扮董奇昌的人 那个黄天坚怎么被揭发了 这个都是变假的场景 那建真变假 有一个很有趣 很有趣的一幕是 董奇昌跟 陈继如在游西湖的时候 看到 有提他们名字的画 他们一下子看不出来 是真是假的 好像是 好像是真的 我都不记得 有没有画过这个 但是落款作业的 有几分可以 所以难平是与非 他们自己都不记得了 大概是画太多了 别人请托太多 而且他们看到 这个假画以后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 动了连财的 真的连财的念头 所以董奇昌才说 怎么我 他的记忆跟我差不多 为什么我那么融化 他那么落魄 所以呢 那么贫困 不是很可怜吗 所以这个 他们的情 他们的这种男女之情 其实都是通过这种 真话假话 这样来表露的 整个剧里头 他们也没见面 最后一幕才见面 所以所有的 他们感情的传达 都是通过假话 那见真变假 最有趣的是全剧 我都忘了是哪一剧 但我觉得全剧 写得最好的 是这个卷帘 是怎么回事 就是故事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不是说 有一个人假扮 董奇昌去骗杨云友 嫁他嘛 后来 杨云友就知道 这个人是假的 就得到一些帮忙 就把这个坏人 时空丢到河里 去杀了他 是的 杀了他 他确实很坏 所以没有关系 那杀了他以后 杨云友就去了北京 去了北京 就是卖画 卖画 卖画怎么招来了 就是他要表演 他画画 因为光卖画 大概不够招来 还是又有这一位美女 在画画的姿态 才有人要来买 要来看 所以这一幕就是 那些要卖画的人 来看他画画 那微妙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这一场里头 讲的是这个被看者 跟凝视者之间的关系 因为之前本来 是要来看他的 因为他们是买主 他们是顾客 然后这个女的 虽然是画家 但是有一半 就是一个名义的身份 在那里 这样画画来表演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杨云友就很有 很有本领 他就反客为主 他就反过来看他们 因为要画画送给 要他们来买画 他画画 杨云友画画的时候 就说 我画的是你们每一个人 就要把你们每一个人的 那个精神画出来 才送给你 所以比如说 这个 杨云友就特别 烦扰 特别去缠他的 这个 他就画了一个 画面偷窍 有一个老实的 画了一个本分于潮 稍微有风度的 画了一个风钱 什么受贺 学里巴招之类的 所以说他画的话 虽然不是人物 但是他画的物 就是能够代表 这个看他们的 来看他的人 来看他的人 看他还不光是看他画画 还说要 是不是有人替你画 还希望他把那个 桌围要卷起来 桌围为什么要卷起来 其实要看他的脚 小不小 其实很糟糕的 这种文人低劣的气味 所以这样背看 其实很屈辱的 但是他能够这样 把他的 把这个话语权 拿回来了 就是通过这个观看 拿回来了 所以后来 这个来买东西的 来买画的人 他们也领会到 他们说 他们都说 所以我们都被他吵过了 都被他看过 并不是说我们来看他 他来看我们 所以杨云友的 所以全句写的最好的 我觉得是杨云友 林天树也写的很好 那两个男的不怎么样 林天树的故事怎样 就是这一位本来要记得 这个就是那个福建名记 要假冒陈继如的 书画的这一位名记 来到西湖 他跟陈继如很 在这个剧的中间 他们就已经 就是没有 已经是一对了 但是后来为什么 OK 这个 要往回头讲一讲 就是刚才不是说 杨云友被时空骗了 架了一个假的董奇枪 对不对 后来怎么去卖画 在北京卖画 后来又回到西湖 这个地方 他回来以后 他就说他要去 他要交亲之类的 交亲然后就是要来考试 看谁的才华最高 他要嫁给谁 张怀一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中介人 他知道本来要介绍董奇枪 但是杨云友听到董奇枪 就很害怕 大概是假的 所以就不敢 所以后来陈继如跟董奇枪 就派了林天树 就是另外这一位名记 去假扮一位英俊男子 去希望娶到杨云友 娶到他 意思就是说保留着他 然后等董奇枪回来再娶的意思 那这一幕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因为林天树 扮了一个男子 去像应征一样了 就是去杨云友那里去应征 那杨云友在就考他画画 考他做诗 他还跟他说 你说你走几个超步 给我看一看 这个就很奇怪了 因为从来你招亲 如果要招一个男的 你不会要他走几步给你看 这是买妾的时候 才要他走几步 因为要看少不少 对不对 所以可以说是 虽然是招亲 那个背后的想象 就是也是杨云友 把那个性别的反过来了 虽然林天树是 作为一个男的放在那里 但是他是以 杨云友来招亲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男的 来看女的一样 所以在这一幕里头 杨云友就是一个 操纵自己命运的人 那林天树是怎么样呢 他是以一位名记 现在来假扮男装 为董奇昌遇成骑士 所以他的身份 就是一个侠客的身份 是个黄山客的身份 所以在这一幕里头 招亲这一幕 两位女子的这种英雄想象 都是实现的可以说 当然这个不是李渔的想法 我自己读这个句 我觉得易中元 其实不是陈基如跟林天树 也不是杨云友跟董奇昌 其实是两位女子 杨云友跟林天树 那个假姻缘的这一幕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财貌 是最相等的 他的命运最相似 然后他们同时在脱衣服 因为那个 为什么 怎么知道这个林天树 是女的不是男的 只有更衣的时候才知道 对不对 所以那个 使他们成亲更衣 当然没有全部脱衣服 更衣一部分 就是故意写得很像艳 好像这个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的一个环境 也是最不能持续的 所以是易中元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想象 我可能是 我有点自己想 当然我有一点这种想象 那至于说 为什么颠倒真假 就回到我刚才说的 这个 李渔 为什么要写这个剧 好像就是 把所有的 所有的 所谈求不恨的意思 把家人夺归才是 那其实这个剧 后面 讲的很多是一种 你怎么去卖画 买画 怎么去作假 怎么去经营 怎么去筹算 这个种种都是一种 精子的考虑 我们通常想到精子考虑的时候 觉得这个跟真气 是有一种矛盾的 你这样考虑 考虑怎么 这种得势 跟一个人的真 怎么样可以相合 所以我们想 采取家人里头 这种爱情 艺术的 有几个东西跟真 我们所谓联想在一起 爱情 艺术的创造 然后艺术的这种 很直觉的感悟 这些都是属于 真的东西 但在这个剧里头 通通是用假来表达 假话来表达 那你这样的话 会不会 我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会不会觉得 这个就是有一种 反风在里面 所以有一种忧虑 还是我们觉得这个 其实是一种 很理想的教义 在鲤鱼的吊诡里头 是一个很理想的教义 因为他们隔得其所 他们是最后一场 才会面的 但是他们 他们所要求的 都得到了 这个跟传统的爱情故事 有一点不一样 好像就是 他们的财 跟这个社会 是怎么样的关系 怎么样得到 最后的一个调整 然后怎么样 通过这一段姻缘 得到一个调整 所以慧珍 最后一幕是慧珍 当我们就想到 慧珍记那个慧珍 慧珍就是你看到 家人 看到仙人 那个最终的 最终极的一个 最理想的一个会面 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他们整个剧 都没有看到 都没有 都没有 见到对方 所以董奇桑就很得意 他就说 以后现在有了 替我做话的捉刀人 不要再去做真本蓝庭了 真的现在是精传佛手 必须精传 已经可以了 对不对 都让他来做好了 所以李渔的这个 反凤道最后 就是所谓 采取家人的结合 这个最理想的结合 也是一位名家 跟作为者的结合 所以结局就是这样 那我很不好意思 因为觉得讲得一塌糊涂 我一向的感觉是 其实在这种演讲 不要讲长的句跟小说 因为情节很复杂 然后你不会说故事 别人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最好是 一段一段的古文 什么之类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一直也在考虑 有关的问题 所以想跟各位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报告一下 所以不足的地方 让你们觉得很 讲得很乱的地方 那就是非常抱歉 谢谢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